尊敬的最大的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删成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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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作为同修 先开注解 五百五十八页 五百五十八页 请看第四号 所修善根 指诸佛所修之功德 意念佛德 感恩图报 私欲其等 是名义佛 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这里首先说明什么叫所修善根 它是指的诸佛如来 所修的功德 佛修功德 才能够成父 我们呢 同样也要认认真真的 修极种种功德 而我们修极功德用什么方法 最妙 最善 最快速 就像这里所讲的 意念佛德 所以我们每天呢 这个佛号不能够间断 我们再想一想 这个佛德 佛德恩德是什么呢 很可能有人就有这样的问题 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从他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佛对我们大家用的是真心 我们要效法他 阿弥陀佛 佛他真的把真心展现无遗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由凡夫生很快就去遇到佛圣 换句话说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之后 跟他老人家完全一样了 而且时间不长 真正把四十八院搞清楚的同修 你就知道佛德恩德太大太大 就时间法来说 谁对我们恩德最大 父母 这个大家都承认 但是我们的父母只能够照顾我们多长时间呢 就这辈子 而且这辈子时间也不一定 有长有短 可是佛照顾我们是多久呢 生生世世 对我们是不离不弃 从这儿你就知道 佛的那个能力非常强大 阿弥陀佛建造基督世界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早一天呢 真正离苦的乐 真正得到泄脱 我们要报答佛的恩德 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出来 不能够只是把这个回向记念一遍 就以为说是真正报恩呢 一定要落实 真正做出来 什么叫真正落实呢 就像金上书讲的四个字 我们也是时常看到 勇猛 精进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没看到 没听过 可是一旦我们真的知道了 就会有种惭愧的心 我们自己不肯精进用功 不代表别的人不用功 我们人不肯用功 不能够代表其他道的众生不用功 我们这个六根呢 目前因为有障碍 所以所知道的事情非常少 非常小 一旦我们这个六根的功能恢复过来 您才知道 原来大前世界这么复杂 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小小星球 大家所知道的事情 那么样的少的 佛为了度众生呢 真的是用尽了各种方法手段 像这一段经文里面 所提到的一句话 我们要特别重视 这也是法障菩萨 在因的当中 他怎么修的 他是 不起 贪嗔 吃欲 诸相 不左 色生 香味 触法 所以有人问呢 我们每天修什么 就修这些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六根结束到六成境界的时候 尽量的呢 没有坦诚师们 目前我们只能够说尽量 等到阿罗汉以上 他们这个能力就强了 人家是真的没有坦诚师们 其限性 我们用什么方法手段 对治自己的坦诚师们 佛家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朝这个目标的 而我们现在选择净土法门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实用 任何妄念起来 赶紧用一句佛号 取而代之 非常有效 所以说 感恩 图报 念佛 佛是最好的 在这里也讲到了 私欲其等 这个其等跟谁相等呢 跟谁看齐呢 是跟诸佛如来 所以我们的心量要扩大 我们的志向要高 我们的人事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到达极度世界 升到那边呢 继续修行 期望啊 早一天能够真的 佛过位 所以啊 心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就称之为 义佛 我们再看下面 佛知善根 念佛罪圣 的确确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有不少人啊 也是 心地人词 他也很想断恶修善 积功雷德 但是他就不知道啊 什么是第一善 什么是第一德 没有学净土经典 没有学净土法门 我们不知道 现在学了五经一论 尤其是学无量受经之后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第一善根 什么叫第一德呢 知道 是吗 您非常有智慧 阿弥陀佛 但是说了再具体一点 尤其是跟那些初学的人呢 讲的时候 要再全面一点 他就比较容易啊 接受 说的详细点 就是这个人呢 义佛念佛 那个佛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 朝朝暮暮 时时刻刻 心里面呢 全是这句符号 您就是在修起第三根 累积呢 低功德 三丈十二功 就是朝这个目标去的 希望我们大家 不要辜负 诸佛如来的期望 今于其等 我们呢 也很想跟阿弥陀佛 诸佛如来 一模一样 故意当实名念佛 你看这个语气啊 非常恳切 当 什么是当呢 你等 这个话呢 说得非常恳切 明 举万德 总受 一切善根 佛常说啊 弥陀明好功德 不可思议 他怎么个不可思议 你也要把那个道理 弄清楚 弄明白之后呢 那个念佛的心 就会升起来 我们看到不少人 也是遇到这个法门 但是他还是不肯念佛 或者他念佛呢 有口无心 或者他念佛呢 没有很精进 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弥陀明好功德 何在 到底是什么 他搞不清楚 果真把他弄明白了 都不用人家去劝他的 他会自动自发地来念 你看这里讲得这么清楚 这个佛的名号 具足万德 这个万就代表一切 所有的德都在这句佛号里面 同时呢 这句佛号也总是所有善根 真的 您把这两句话弄懂了 那个佛号念起来 真的叫欲罢不能 因为他太好了 这是最殊胜的东西 被我们知道 被我们听到 遇到之后呢 就应该要死心塌地 知识名号 后面继续说 故知老实实念 实暗设亦佛功德也 这里啊 有两个字 我们要特别留意 这叫做念佛 怎么念佛功夫 真正得的 老实 试问 我们念佛这么多年 老不老实 比那个外面的人是老实 但是比那些 已经往生的大德 像 八年前刚刚往生的 信仰功老上 他就非常老实 他就是老实 持练的标准 他的种种行持 真的是 像这里所讲 暗设亦佛功德 这个暗设 就是说 它不明显 但是念着念着 不知不觉 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统统变成是我们的功德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有人接着就问呢 为什么我们凡夫 可以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变成是 我们的功德呢 我们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他是佛呢 请问 阿弥陀佛有没有佛心呢 有 那我们呢 我们也有 那他的佛心 跟我们凡夫的佛心 有什么差别 没有 如何把他老人家的功德 变成是我们的功德呢 从今天起 我也开始对人 对事 对物 用真心 因为佛对一些众生 就是用了真心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不再用阿弥陀佛 也不用第六识 也不用第七识 完全用真心 那这样子 我们的佛性 或者说我们的法性 本性自信 跟阿弥陀佛就相通 相容了 所以现在关键就在哪里呢 调自己的心 以前嘛 是充满了贪生吃慢的心 充满了贪生吃 自私自利 这样不好的心 从今天起 赶快盖过来 还有 升到极乐世界 我们居然就跟阿弥陀佛 完全一样 这种情况 可以说 在他方世界 那要花好长好长时间 才能个挣得佛果位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阿弥陀佛 跟一些祝福相比 他老人家有什么 特殊之处 都是佛 为什么十方诸佛 都特别推荐阿弥陀佛呢 这个话也是 释迦牧的佛讲的 阿弥陀佛是 光中济尊 佛中之王 说句实在话 如果您现在有能力 飞到别的世界去 到别的佛刹 亲近其他诸佛路来 别的佛看到 您来他的会下 听今 这尊佛他怎么看待您呢 他会马上跟现场 其他的听众们就说 这个刚刚来的菩萨 是从基督徒世界到的 他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赶快请他做第一派 什么意思 您是贵宾 贵宾当然要做前面嘛 所以我们呢 就沾了阿弥陀佛的光 因为您是弥陀弟子 但是这个情况呢 我们一般人呢 知道的很少 所以这个 直持名号的人 特别受到 诸佛路来的 尊重 现在我们还没有去 但是呢 佛都晓得 我们过不了多久啊 就会到达极乐世界 再看这个安乐极 是怎么解释的 会有三昧 但能除贪 不能除称吃 会有三昧 但能除称 不能除吃贪 会有三昧 但能除吃 不能除贪称 会有三昧 但能除现在账 不能除过去 未来一切诸账 若能常修念佛三昧 无论现在 过去 未来一切诸账 西街除野 请大家把这一段开示 多看个几遍 这是古大德 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念这个回乡记 有一种回乡记里面就讲到 愿消三藏 诸烦恼 货账业账 暴账 就是三账 讲二账 所知账 凡宝账 所以念这就佛好了 能够把我们 于世以来 所有的业障 统统都洗刷干净 正因为 他的功用 这么样的奇特 殊胜 所以十方诸佛 都要发现 给我们讲这部剑 劝我们大家 来选修这个法门 有两种人 学这个法门 成就最快 哪两种人呢 大家听了之后 好好想一下自己 第一个 就是那个上上根人 他一听之后 马上就把这个 念佛法门的理事 性向因果等等 全都贯通了 他念佛呢 绝对不会见断 就像黄恩经常 所讲的嘛 地上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第二种人呢 什么都不懂 甚至连那个 阿弥陀佛怎么写 他都不会 我们写给他看 他也不认识 可是他的长处 在哪里 您只要跟他讲一次 念佛 怎么念 他呢 就老老实实地 念这句佛号 不用去监督他 不用去提醒他 他自己就念 三年 五年 成功了 像近代 往生的 地前脑上的徒弟 锅楼 锅楼将老法师 他就是这样子的 他念佛多久 三年 走了之后 瑞乡如何 您也知道 人家 站着走的 站多少天呢 要说清楚 三天 还有三夜 七十多个小时 诸位同修 他是已经断气了 还能够站在原地 三天 三夜 那您说 他的功夫 如果没有达到 理性不乱 那谁相信呢 所以他那个念佛的功夫 真的把业障都消 才能够站那么久 我们不求 站三天三夜 至少也要站三分钟吧 对不对 要有这样的功夫才行吗 三分钟够不够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不对 到时候您就要说嘛 我要走了 跟你们吃心 这个功夫相当不错 非常好 如果能够站三天三夜 他决定是升到十包图 发生大事的进去 上上品 我们呢 不求啊 上上品 只求呢 念佛三昧成就就好了 最低要达到功夫成片 下下品 这是安德基 所讲的开示 我们再来看念老 他怎么说的 事故法藏菩萨 于静心诸行中 守云 但要意念诸佛也 法藏菩萨能够成佛 就是因为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障碍 都清除掉 这段经文呢 都是把他怎么样 消业障 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了经文的 也要提醒自己 从今天起 我们要尽量做到 不起贪嗔吃欲诸相 不作色生香味出法 但要意念过去诸佛 所修善根 真的 哪一个人能够把这十句话做到 哪一个人就能消他的业障 不管他是谁 中国人 外国人 老人 年轻人 男的 女的 只要能够落实 肯定能够得度 从今天起呢 心里面 多念阿弥陀佛 少打妄想 最好啊 不要打妄想 如何能够做到 妄念越来越减少呢 只有加强念佛 今天早上 有一对当地的同修 两夫妻 他们就发现 要说这个八官再见 请吴生呢 帮他们主持这个仪式 吴生在离开之前呢 就特别 建议他们 这一天一夜呢 好好念佛 因为他们只有周日才休息嘛 平常要上班 很难得 两夫妻哦 就能够抽出这个休息的时间呢 精进勇勇勇勇勇勇 所以这两夫妻啊 同心同怨 同德同性 太好了 吴生还特别跟他们说 在家居士 能够修 一天一夜八官再见 功德不可思议啊 您查查大藏经就知道 佛有这样赞叹 所以呢 他们这个一天当中 会专门念佛 很好 大家呢 一定要知道啊 人生无常啊 所以一定要抓住自己 宝贵的光阴 认真修行 修行法门当中 最殊胜的法门 无过于念佛法门 要把这个诗缘呢 看得越淡越好 要知道身外之物 都是不可得的 真正念佛人 您看他是个什么样子 他心里没事 他觉得不会去找事情的 他只有一桩事情 就像那些老菩萨一样 手上拿着个常念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就是念佛 您跟他讲什么 他回答的通通都是阿弥陀佛 他笑眯眯地看着您 全都是讲阿弥陀佛 不讲第二句话 这样的老菩萨 走的时候肯定是 没有任何病痛 一致十致 我们念佛 如果也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恭喜您 您的业障消了 到时候也知道了 什么时候佛来接您 并且预先把自己的事情 家里的事情安排得脱脱荡荡 地理确确 人生大事 什么事情最重要啊 作为同修 念佛最重要 求生进度 要知道这个世间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假的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这堂课 你说这堂课是不是假的 它是相似相续的 这个项目 但是这堂课呢 对我们有好处 能够鼓励我们大家 认真念佛 帮助我们大家 一心支持名号 所以这堂课呢 我们还在认真地学习 好 再看底下一段经文 行即进行 远离虚妄 一真地本 执重得本 这是一段 下面呢 有这个解释 行即进行 在《华严经探寻集》里面解释 这是《华严经》的注解 无语涅槃明即进 消彼明行 这个就是一啊 无语涅槃 这种境界非常之高 是哪些人呢 这是这些法神大事 那这不是我们凡夫了 另外 支持记忆里面呢 也说 即进就是涅槃 离也 所以涅槃的离呢 就称为即进 我们再说的比较贴切一点 下面举一个例子 由世尊 释迦牟尼身后 牟尼 一座 即进 或 即末 本师释迦牟尼佛 把它删成中文的意思 这个世家就是能人 就是仁慈的意思 牟尼呢 就是极尽 或者叫极末 一个是讲到利他 一个是讲到自己 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从佛的名号 你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这个世间的众生 太自私了 什么事情都是想到自己 为优先 他就没有先想到别人 所以这个名号 一开头 释迦 就讲到大慈大悲 那讲到自己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要修牟尼 牟尼就是 清净 这个极尽嘛 就是讲清净平等 所以我们的心呢 要常常在禅定当中 如何修禅定呢 读尽 听尽 念佛 拜佛 昨天有一个同修啊 就跟吴生讲 他说他每天读两首尽 至少要读 十六遍 无量首尽 速度应该相当快 估计呢 应该三十分钟左右 他才能够读十六步 所以我们看看人家 每天都这样 精进勇猛 累积功等 我们如果不努力 怎么能够赶得上人家 假如说我们每天还在啊 松松散散的 若有若无 心不在焉 听经的时候 有种动力 想念佛 下了课呢 又还原了 那这样不行 所以这个读经 所以这个读经听经最大的用处 就是鼓起我们勇猛精进的这个愿望 不要间断 下面是呢 引用啊 你去世 眷下 所解释的 牟尼 就是极尽的意思 深 口意 极尽 故称 牟尼 这个牟尼呢 翻成中文就是 极尽 哪些方面极尽呢 深夜 口夜 意夜 低的确确 大家看《大藏经》 你就发现到 释迦牟尼佛平常一般不讲话的 没人问 他不说 他就坐在那 不动 可是一旦大众有问题 请教他呢 他所讲的话 字字句句 都是经验 最好的开始 释迦牟尼佛的心呢 永远都在禅定当中 平常呢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辨不知足 众生有感 有问题来请教 他是谁问谁答 这是智慧的一种显现 另外在密宗 这个《大尔经》书啊 也有说到 谋尼者 寂寞一眼 长及知识 唯妙极绝 忧生 玄远不可以言说之 如是法界 既然大灭度法 为佛一人 就静清静 顾名牟尼也 这是解释 牟尼的意思 这个长及之土 就是我们净土中所讲的 长及光净土 到了这个土里面呢 可以说 我们的身 我们的心 跟光 融为一片 所以有人也蛮好奇的 这个长及光是什么样子呢 它就是一片光 它虽然是光 可是呢 遇到圆的时候 它又能够现种种像出来 所以不能够说 那个长及光是空 它有作用的 跟众生有感呢 能够现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还有自然现象 可以跟我们大家呢 感应道交 长及光 真的是一片寂静 它不生不命 不来不去 我们现在修 怎么样修啊 不为外境所动 不受外面的种种影响 假如说我们听到一点点事情呢 就跳脚 看了一点点事情 眼睛就瞪起来了 请问我们有没有寂寞啊 没有嘛 平常好像修起来啊 挺有功夫的 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按捺不住 这是怎么回事的 还是被这个四项给影响了 而这个四项又是什么 师尊讲得那么清楚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此地讲到 这个长及光 唯妙极绝 幽生玄缘 这是说 这个理呢 太深奥了 这个理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不懂 甚至于连等觉菩萨 都不能够彻底了解 那谁知道呢 还是有人知道 谁呀 那就是等觉菩萨的老师 诸佛如来 他们晓得 经常说嘛 为佛与佛方能究竟 后面还说 不可 以言 说之 佛的这个境界 说句老实话 佛也讲不出来 菩萨听了之后呢 他也能够体会到 但是呢 他那个体会呀 达不到究竟 达不到圆满 什么时候才能够 真正体会到呢 等到菩萨把无名 最后那个习气也除掉 入了佛的境界 他就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知道 叫什么知道 觉悟 还不适合我们的功夫 不是我们的境界 等到我们 以后入了长济光 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 这些境界像 你通通都晓得 讲实在话 我们现在反复 距离佛的位置 蛮遥远的 假如我们现在 还不好好用功 一旦失去人生 您说以后怎么办 可不能够有一个 错误的想法 死了之后 二十年又一条好汉 您这样子想 错了 哪有那么容易 还做好汉呢 做个女人就不错了 还做好汉 要做好汉 那要修很大的福报的 要修很多的善行 得人生难 佛已经讲得那么清楚 就好像 这个 指甲缝 那边 那个 就那么样的洗手 而 得人生 再失去人生 那个机会是 多大 大地土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能够得人生 闻佛法 缘分 太稀有 太稀有 务必呢 要珍惜 如是法界 既然大灭 这个就是金上主说的 无助身心 达到了圆满 为佛一人 旧静 清静 故名 牟尼 所以我们把这个牟尼 跟金刚经里面的开始 合起来讲 大家也比较容易懂 什么是牟尼呢 不在金刚经上面说吗 应无所住 而生 把这个做圆满了 做到家了 就称为牟尼 请问阿鲁汉做到圆满没有 还没 阿鲁汉指示怎么样 出六道 他见识烦恼断掉了 还没有明星见信 越往上面去 心越清静 看到的境界越出胜 所以我们自己呢 一定要向这些 正果的圣人学习 不要说别人吧 我们就说 大成出信位 或者说小圣 学徒还古 出古 人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有什么样的地方 值得我们羡慕呢 尊重呢 他至少 把五种贱货放下 所以人家不会再堕落山土 我们为什么 现在人道要特别谨慎 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这五种货 没放下 没放下就很危险 一旦这辈子 不认真地修行 来成后事 决定堕山土 说句老实话 大家听得也比较介意 我们如果这一生 不去极乐世界 将来去哪里 山土有份 您看一下 善导大师 观无量受佛经的诅解 你就知道 那可是主事大德 苦口婆心地警告我们 还有 善导大师是谁 阿弥陀佛再来 这个大家都承认吧 这是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都认可的 那既然是 阿弥陀佛说的 我们还怀疑什么 还不念佛 还在造业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 诸佛如来 苦口婆心地 尊尊教会 所以真的 每天呢 什么事情最重要 诸位同修 我们把什么 看得最重要 每天 吃饭 对不对 可是您很在意的 天气冷了 多穿衣服 对这个明文立养 特别呢 在乎 可是把念佛呢 就没太留意 但是不晓得 念佛能够救命啊 诸位同修 我们有两条命 生命跟慧命 而慧命跟生命相比 慧命更加重要 再看下面 经经所云 行即进行 是大菩萨入 无于涅槃之行 是法界大灭度法 非至二圣之 即进行 也 原来这个即进呢 也有小圣 跟大圣的差别 小圣 就是身为原权 他们呢 只是处理六道 他们知道六道是空 所以他有一部分烦恼 就放下了 但是大圣菩萨的心呢 比他更加定 阿鲁汉只得到清净心 菩萨呢 不但得到清净心 还得到另外一种心 平等心 那佛呢 还有决心 我们呢 什么都没有 这个心哦 太乱太乱了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把自己心呢 看一下 你就觉得那个心呢 太可怕了 什么样的颜色 不是指这个心脏吗 跟心脏没关系 心脏是肉弹心 我们这个阿里眼 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如果形容一下 乌黑乌黑的 佛那个心呢 透明的 菩萨呢 比较透明 但是还没有达到究竟 阿罗汉那个心呢 就稍微再差一点 所以我们呢 要每天用 界定慧这个方法 除掉内心里面的 这些垃圾污垢 佛法最殊胜的利益 无过于恢复 自己的智慧 得的向好 但是真的想要得到 佛法真实之利益 首先要具备一个 前提条件 什么条件 你看各宗各派 甚至于其他宗教 都有提到这一点 包括我们儒家道家 您想要入圣贤之门 一定要做到真心 以前我们刚刚 到美国的时候 在夏威夷嘛 就听到那些 基督教的教友们 都求我们 你要相信上帝 你要相信 相信圣经 你看 他们也提倡信 那我们现在学佛了 要不要注重信呢 念佛法门 三大要素 一定要具备 这常说吗 三字两 三字两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信 关于这个信呢 我们也不能够疏忽 不要以为说 我真信 您看一下 偶尔大师讲的 《离头经要经》 他写的 里面所说的信 他把它分的 六个项目 信之 信他 信音 信国 信事 是信礼 所以那个真信的人 你看他这个念佛 就特别勤快 每天 他如果出声念 你可以听得到 他那个声音 他如果是金刚词 他那个嘴唇 一直在动 他如果是默念 他那个心里面的符号 绝对没有中断 到了最后 人家这个极尽心 就成就 他的业障消了 到时候 阿弥陀佛自然 就会预先通知他 告诉他 什么时候来接他去 您可知道 每天晚上 我们当做什么样的 一个观想呢 告诉自己 哎呀 这是我在地球上 最后一个晚上了 阿弥陀佛呢 希望他人家能够 今天托梦给我 然后呢 告诉我 什么时候来接我 你要存这样一个想法 不要想到 还有今年 还有明年 还有来生后世 你有种种的规划 种种的这个 宏愿 想世间法 通通通都叫大妄想 那个都会 干扰我们的 情境心 破坏我们的 激进心 所以 阿罗汉 圆觉菩萨 他们的心呢 是不断地向上提升 越来越清净 后面说到 远离虚妄 无时云虚 反真云妄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 什么叫虚妄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虚假 它不是真的 另外在 圆觉经里面说 虚妄福心 多诸巧见 不能成就 圆觉方便 看到这两句话呢 我们就想起 中国古人所说的 一句话 当然中国古人讲的话呢 跟这个佛经相比 还是境界相差蛮大 有一些意思呢 跟他接近 古人说什么 聪明反辈 聪明 什么样的人学习 他能够很快 气味境界 他用的不是福心 用的不是妄心 他用的是最清净 最真诚 最恭敬的心 所以他跟他老师学 进步非常快 现在人学佛 现在人学世间法 你看他那个样子 一观察就看得出来 就是个幸福气躁的样子 所以看现在年轻人呢 读书 进不下心来 那个扰乱 他最严重的一个障碍是什么 手机 是不是 我们在国外嘛 也看那些留学生 真的 你看他们呢 家庭环境还不错 父母呢 没有在国外陪他们 就他们一个人 要么是男生 要么是女生 到美国去留学 在物质方面 把他照顾得特别好 可是呢 小孩子啊 你看他那个扶照啊 很明显 真的我们看到 一些留学生啊 其实都蛮担心的 甚至有 他那个功课 都不是他自己做的 那谁做的呢 他有钱呢 那他有钱怎么样呢 他就请别人帮他代劳 哎呀 这样子学不到真实本事的 所以人呢 心浮气躁 世间法不能够真正成就 那修出世间法呢 更没指望 我们学佛 想要开悟 这里讲 圆觉 什么叫圆觉 多加几个字 大家容易懂 圆满的觉悟 简称就是圆觉 谁达到圆觉呢 妙觉如来 如何能够达到圆觉呢 就是法师人大事 大事以上 他们所做的那一点 也就是用真心 不再用妄心 真心是什么样子 你看 会能大事开悟的时候 不是讲了五句话吗 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本自清静 本无动摇 本不生命 本自具足 能生万法 这就是自心的样子 底下是《涅槃经》第38卷 所讲的 一切恶事 虚妄为本 所有不善的事情 都是从虚妄里面来的 妄心所造作的 都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要尽量记住 本经经体上 所讲的五个字 真的你只要把这个经体 抓住了 你就知道怎么去下手了 哪五个字呢 它一共有十六个字 十六个字里面 有讲到因 还讲到果 因就是清静平等觉 果报呢 大圣无量寿庄严 请问大家想不想得到 大圣无量寿庄严呢 想哦 想的话该怎么办呢 就要落实 清静平等觉 在哪里落实 在家同修 要从你家人开始做起 从夫妻 从父子 从兄弟 姐妹 开始做起 在扩大这个范围 所有众生 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都要用到这五个字 念到进一步讲 事故 守应远离虚妄 为止恶之本也 这个讲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修道人呢 想要真正成功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像这里所讲的 要远离虚妄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佛家常说的 安住在真实会 他的种种造作 都是清静之行 他这样子修成功呢 我们如果也照这个模式去做 请问我们将来 能不能够成就圆绝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仔细观察 做事情很不容易 是不是 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难的 做人更难 现在跟人打交道 容易不容易 当面说一句话 我们没那个意思 对方听了之后是怎么样 他就很不高兴 很不开心 他心里面想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挖苦我 讽刺我 是不是瞧不起我 我们觉得很委屈 我没那个意思 他已经落下一个 很不好的印象 我们不尊重他 所以在这个时代 跟人相处 真的是难上加难 往往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都会让人家很不痛快 这个就要靠什么方法来避免呢 刚刚说了吗 真实会 真实会从哪里产生 禅定 如何能够让自己心寂寞呢 得定呢 就要守住佛门这些规矩 所以啊 戒定会 三世诸佛 共同提倡的 也是他们这样子 共同修学而成就的 从今天起 我们也无法炮制 也照这个戒定会的方法 老路子去走 决定能够成功 您将来有一天 肯定会啊 明心见心 大车大火 我们其实也不用求啊 这辈子在这个人间呢 大事大悟 我们什么时候大事大悟呢 到达基督师纪再说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天天要修 不起贪嗔 持欲诸想 不着色身香味出发 就挺好的 你把这两条做到了 可以说 您的心情特别好 请问您是什么心情呢 开心 每一天都很欢喜的 现在人呢 我们仔细看 他那个脸呢 都不是很开心的脸 是什么脸呢 说得不好听一点 大家也不要 不是说大叫 你看一些人 他那个脸是什么脸呢 苦瓜脸 闷闷不乐 他不开心呢 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说他 哎呀 这是人家的心事吗 干嘛点穿呢 关键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呢 要保持 这个经商所讲的 常驻真心 这个很重要 中文现在还没有正的真心 还没有恢复真心 要尽量去学习 所以这个第八品的经文 说句老实话 太重要 太重要 每一句话一展开 都是无量意义啊 很好地指导 这些原则 我们再看底下两句经文 以真地门 执重 得本 接着下面呢 给我们解释了 地者 就是 真实 不虚 的的确确啊 做人的大根大本 我们用一个字 就可以 表发 来代表 哪个字呢 就是这个地 地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真实 不虚 说的 白一点 就是说 对人 一片真诚 没有假的 完全是用真心 世间 与初世间之道理 决定 不虚妄者 这个呢 叫做地 这个是 佛门里面 常常看到的 这个名像 这个地呢 也就是我们一般人 所说的 真理 另外在这个 二 第一 上卷 也解释 地 是 十亿 也就是 地呢 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 有欲 凡 时 我们凡夫 把这个六道轮回 看出是什么 真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把这个衣服 就当作是真的 请问这个衣服 是不是真的 很简单 你就看出 这个衣服是假的 你看这些衣服 用力一撕 它就怎么样 它就裂开 那房子 是不是真的呢 用那个推土机 一推那个墙壁 它就垮掉 所以这些万物 都是虚幻不实 它不可能永远常住 另外呢 空于圣实 身为原觉 知道这个六道 是空 是假 是二 皆实 小圣人 知道万法皆空 那大菩萨呢 也知道 都是空 我们凡夫呢 把这个假的当作什么 当作是真实存在的 这就是我们苦老的来源呢 您果真相信金刚机里面 一句话 一切都是梦幻泡雨 您自然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就不会那么样的 斤斤计较了 底下列导说 凡俗以有为实 圣志以空为实 故有与空皆是实 这就说到不同境界了 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佛教学 它就建立了二地法 佛教众生 那看对象 那个程度浅的呢 就讲那个俗地 程度高的呢 就讲真地 对我们凡夫讲什么 讲俗地 说哪些内容我们比较喜欢呢 容易能够理解呢 伦理道德因果 等到跟身为原觉菩萨 在讲开示的时候 那再向上提升 还要讲到哲学 科学 有的人呢 他不想出六道 那佛呢就跟他讲世间法 有的人他想要了头生死 那佛呢 就讲能够帮助他 脱离烦恼 脱离这个轮回的理论方法 教他怎么去修行 我们这一个念佛法门 讲最老实话 跟其他法门相比 脱离苦海 脱离轮回 那是最容易的 你看一下这些 往生者的例子 就非常清楚 这个第十八院叫什么 十念必胜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愿文看清楚 在临终的时候 一念到十念 这个人就可以出六道 出十法禁 还有哪一个法门 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做头修 你查遍大章经 把每一个法门 统统都了解过 你就晓得 这个法门 特奇特奇呀 特别奇特 很有名的吗 张善和 他临终的时候 念佛多少声呢 还不如到十声 居然人家怎么走的 站着往生 从这儿 你就晓得 念佛法门 真的是很特殊 我们现在呢 如果在平常生活当中 一有这个贪嗔痴 冒出来 赶紧用这些佛号 把它打下去 要快 可不能够让这个贪嗔痴 慢人我是非 一直蔓延 那就麻烦 那就又继续造业 那就又会产生 种种障碍 下面解释 这个俗地 他说 顺凡属弥情之法 就叫做俗地 或者呢 叫做世地 世就是世间 那什么叫真地呢 圣之所见涅槃 极尽真实之地 就称之为真地 或者叫做圣 一地 还有一个叫法 叫第一一地 在这个大志度论 在这个大志度论 第三十八卷 也讲 佛法有二地 这个二地呀 也就是世地 真地 一者世地 二者第一地 这个第一地呢 就是真地 或者叫圣一地 为世地固 为世地固 说有众生 为第一地固 说众生 无所有 所以佛讲经呢 滴滴去认识 非常善强 看对象 如果是对我们呢 对身为圆觉 对菩萨呢 讲法内容都不相同 我们现在是学佛嘛 知道要了脱生死 但是如果我们走出 学院大门 你到外面去 你跟这些当地 其他的人呢 居民聊天 你问他 你想不想了生死 他会怎么样回答你呢 啊 了生死 什么叫了生死 那 你再跟他说 要出轮回啊 他说出轮回 我出轮回到哪里去啊 你看他那个问题 就很多了 我们呢 一听就觉得很容易懂 这就是我们大家各自 过去生中 熏修佛法的那一个频率 也很不同 我们坐在这里 听上一堂课 越听越高兴 听着都不愿意离开 听着听着 然后法师就说 我们下课了 你还会觉得说 怎么这么快 三根腹的不够深厚的人 他坐在讲堂里面呢 不要说坐上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他坐上十分钟都受不了 你看他坐在那里 就一直在那种动弹 或者他坐在那里呢 就昏昏欲睡 甚至还有人来这边听课 听着听着 他就怎么样 打呼 睡着了 你看 每个人的反应来都不相同 所以佛对这个小圣的圣人 就讲要破四项 这叫做真理 功夫再高的 对明心见心的菩萨 还要叫他们要破四箭 我们现在不求 能够破四项破四箭 我们只要知道一个理就好了 晓得这个四项四箭都是假的 因为那个要把它破掉 太难太难 我们做不到 我们只求呢 用这句符号 把自己所有这些资鉴 统统都呢 覆盖住 不要让它在起作用 保持住清静心就好了 其实呢 修学佛法的的确确 能够让我们大家的身心呢 保持永远都是在最佳的状态 反过来讲 如果不学佛 不念佛 不读经 不听经 我们这个身心就肯定不健康 家庭呢 也很容易出现了摩擦摩动 所以多看佛经 多听佛经 多念佛号 能够维持我们心境的和谐 维持家庭的和谐 维持社会 世界的和谐 提出最近呢 这个中东 两个国家 又发生战争 打得 这个很严重 虽然是很小的国家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中东如果发生严重的战争 那可怕 其实不管在哪里 发生战争都不好 你看到众生的 因为不了解真相就对立 有了对立就很容易产生问题 而我们的整个地球 七十亿人是什么关系啊 大家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破灭开我们 大家果然知道是一体 哪里会互相这样子 斗来斗去呢 互相残杀呢 不应该 因此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要把传统文化学好 要把它做好 并且呢 要广泛的宣传介绍 希望我们在这个星球上 人生这一段旅途上 大家都能够和睦和谐的相处 下面是大圣一章第一卷 所解释的 俗为世俗 世俗所知 顾名是地 真者是其绝望之称 我们大家如果把那个虚望远离了 把那个虚望放下 所展现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真的 下面解释 门者法 有种种差别 能使人去入涅槃 故称为门 这个门呢 是个比喻 也就是门到 门内 道呢 是所走的路 从哪一条道走进去 我们就称它为门 以真地门者 也就是以第一地为门也 这个真地啊 就是第一地 说这个第一地 大家特别注意 那个一 一是什么 一就是绝对的 那如果您说二 说三 那就是什么 就是相对的 法华经上讲的多好 无二亦无三 出佛方便书 真实境界是什么的 只有一圣法 我们凡夫分别制作 太重太重了 把往往一桩小事情 想得太复杂 其实您怎么想 想来想去 本质不会变 您所想的都是什么 都是假的 都是妄想 哎呀 因为妄想大多了 真相就看不到啊 诸位同学我们就吃大亏了 这个第一地 你绝对摸不到门 不想就好了吗 不说就好了吗 以前做错了 今天呢 赶快纠正 另外 以真地之圣意 只重得之根本 故愿 以真地门 只重得本 的的确确呢 我们修什么样的因呢 肯定会得到什么功报 所谓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另外呢 我们修什么样的因 另外一种因 不可能取而代之 这里讲到质嘛 那个质就是培质 就好像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蔬菜水果 它是不同的种子 不同的根种下去 所长出来的果实呢 一定是不相同的 绝对不会说 种一个西瓜的种子 长出一棵苹果出来 那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要好好想想 我们今天 在修什么因呢 因为修因 就会产生什么呢 结果 那个结果谁来受啊 不是别人 我们自己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他就特别注重 他的起心动力 关于这一点 法生大事 很清楚 所以我们要 要执重得本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念头 因为这个念头 控制我们大家的口业 还有自己的深夜 下面说 这个《金刚经》里面的一段开示 一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这个就叫做 一真地门 这里就讲出一个标准 这个一真地门 就是无四相也 所以 真地门 就是远离四相 哪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瘦子相 为什么要远离他们 为什么不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呢 因为都是梦幻 泡影 都是一场空 所以不应该把它放在心上 执重得本 就是修一切善法 执就是种执 得就是善 本是根 诸善万恨之功德 为佛果大觉之根本者 称为得本 这个诸善万恨之功德 就是十三一道 可以说学佛 不管他是学哪个宗派 不管他学哪一步 一定要修学十三一 这是我们入门必修的科目 所以大家要念佛往生级的世界 一定要注重五个科目 哪五个科目呢 经验三福 六回经 戒定慧三学 菩萨六度 十大愿望 而这个经验三福 第一福就提到什么 修十三业 讲句实在话 如果这个人 他不修十三业 他能不能够成为好人 他就不超人 这个就是标准 那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今天早上醒来到现在 我们有没有修十三业 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意念 我们这个身体 造作的跟十三业 这个是个标准 相不相应呢 如果相应 你就是善人 反制 那就是恶人 还有啊 用什么方法 能够把十三业 通通都能够修 修齐 一个不漏啊 什么方法 你也知道 念阿弥陀佛 这是最好的方法 最有效 而且呢 这个名号啊 它是明照万德啊 念这句佛号 能够感照万德 阿弥陀佛 我们天天念 可以说 您的福报 您的智慧 天天都会增长 那不念阿弥陀佛 我们是什么在增长 也是有东西天天增长 蛮可怕的 妄念 烦恼在增加 后面是教行信证 所解释的 这是第六卷所说 德本者如来德号 这个德本呢 就是如来的德号 此德号者 一生称念 智德成满 大家特别注意 智德 什么是智德呢 就是说这个德 已经达到的旧经圆满 没有缺德 并且这句佛号呢 能够使我们大家 种货皆转 种货 就代表所有的灾祸 通常都可以把它转过来 通常都可以消除 这是我们常说的吗 消灾免难 十方三世 德号之本 故约 德本也 十方三世诸佛 名号的根本 就称之为德本 具体来讲 就是这一句 四字鸿鸣 所以啊 这个注解 真的是非常好 把每一桩事情呢 都为我们交代的 清清楚楚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 黄连老是非常细心的 他收集那么多的资料 一百九十三种经论书 为我们详细的解释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每一段文 他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大家如果要学无量寿经 真的离不开这个注解 这个注解 变得太好了 我们敢这样子讲 这个注解真的叫空前绝后 您想要做好事哦 流通黄连老这个注解 第一功德 流通这个汇集本 第一功德 全家念佛 第一功德 还有一桩事情 也是第一功德 跟您有关 跟您有关 什么 自己念佛往生 我们不求站得走 至少也要这么走 坐着走 对不对 至少也要坐到这一点 如果实在是坐不住 至少也要躺着 头脑清醒走 可不可以要临终的时候 哎呀 这里好疼啊 那里痛啊 看得冤心在足啊 那种什么 不好的境界像 现前那个不好 那都是自己平常念佛 不认真 产生这样一个 恶劣的笑 所以老实念佛人 他走的时候 是笑咪咪的 很欢喜的 跟大家辞行 他会跟大家说 阿弥陀佛已经来了 我跟他走了 你看 念佛一辈子 得到这样一个好处 只知道啊 诸位同修 要知道这个世界的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什么 假的 要放下 别的都可以放下 有一桩事情 不能放下 什么不能放下呢 阿弥陀佛不能放下 心里面也要常常念 常常想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末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